快选举了 大街小巷都看得到 各参选人的选举看板 尤其现阶段 民进党签名战股 进行党内初选 为争取选民认同顺利出现 参选人树立的选举看板不知比多 还找来大咖合影 希望魅力加分 发现到了没 县长潘孟安几乎成了选票保证 民进党参选人都爱用 与潘孟安合影的竞选看板 仿佛有了县长加持 就能达到加分效果 跟县长合照一定有加分 因为我们的潘县长 在屏东县这三年多来 治安也好 长期的照顾也好 还有交通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当然有效果 尤其我15年前就当过他的助理 所以我知道他每天为屏东县市 再怎么为民打拼 他的成绩也有目共睹 所以当然跟县长加分是有效的 县长牌实在太热门了 参选人都爱挂与县长合影的看板宣传 为了避免备做文章 潘孟安也发表初选三部声明 强调初选阶段不参与各级初选 不参加竞选活动 不介入候选人活动 但结果接下在一起朝圣选迈进 选民也认为照来政治明星合影 有时反而模糊了焦点 可能适得起烦 没有什么效果 怎么说 因为选民的话 喜欢谁的话 他自己心中都已经有人选了 挂那个只是妨碍观瞻 不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每个人都跟县长拍的话 我觉得效果就打折 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可能对就是不一样 民众认为要支持谁心中早就有定见 绝对不会因为找来哪位政治明星站台或何影就能影响决定 心目中理想的人选的话 应该是那种 就是不贪不娶 而且真的能够为市民 为县民来做事情的人 那才是最好的人 会有争议感 为选民服务 年底五合一选举 11月24号进行投开票 选情激烈 选战加温 民众提前感受到选战气氛 评论新闻蔡理华卫德卫采访报道 中文振和 전彩卫仁 阳 AD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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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